大家好,今天为大家分享一款老妈用了四十年腌酸豆角的方法 不加一滴水和醋,腌好的酸豆角三天就可以吃 酸辣脆爽,放一年都不剩花 方法简单又实用,一圈三连求个关注 今天去朋友的树上摘了一大把新鲜的豆角 放到大盆里面,加入适量的长江水 这是自己种的豆角,一点农药都没有打 下手把它淘洗干净,随便淘洗几下,捞出来放到流水下面,再冲洗一遍 下面把洗干净的豆角放到盖帘上面,沾到通风处晾干表面的水分 接下来准备好的大蒜,把它切成片 我们腌酸豆角,放入大蒜,不仅能消毒杀菌 翻炼时我们腌出来的三种角,特别的入味 喜欢吃辣的,再切入七个小米辣 改刀切成圈 切好之后,放到盘中备用 这时候豆角表面的水分已经晾干了 改刀把头切掉 然后再将豆角切成小丁 这样腌出来的三豆角不但快,还非常的入味 切好之后,放到一个干净,无油无水的盆子里面 把我们切好的蒜片,小米椒放进来 放入20克食用盐 下手像这样揉着拌,把它炒拌均匀 把豆角表面抓至微微冒汗 把这个食盐伸到豆角里面 像这样就可以了 接下来准备一个干净的玻璃摊子 把豆角放进来 放进来之后,用勺子把它压紧 上面倒入一层高度白酒封口 这样腌出来的三豆角容易保存 先盖上一层内盖 然后再把盖子盖上拧紧 把它端到通风一两处,腌制一个星期就可以吃了 这时候的天气比较热 咱们可以把它放到冰箱保鲜层 放到冰箱里腌制的时间会长一点 大家可以自己把控时间 大家看一下,这是我们腌制一个星期的三豆角 这个颜色金黄又人 打开盖子,给大家看一下里面的豆角 豆角的颜色金黄金黄的,上面一点都不发白 里面腌制的也特别的均匀 咱们每次吃的时候,用一个干净的勺子把它取出来 吃多少取多少,用清水淘气干净放到盘中 接下来准备两块钱的猪肉 改刀把它切成薄片 再切成长条 最后切成小肉丁 切好之后,装到碗中备用 准备的小料,大葱,姜丝 切好之后,放到盘中 另起锅倒油,油热把切好的肉丁放进来 翻炒均匀,把所有的油脂炒出来 炒好之后,往里面倒点酱油 再次炒半均匀 这样炒出来的肉丁,色色红亮又人 然后放入葱姜 炒均匀,炒出香味 炒香之后,把取出来的三豆角放进来 调味的时候,倒点生抽 少许的鸡精,少许的白糖,胡椒粉 充分的炒半均匀 大概炒了两分钟 像这样一道美味可口的三豆角就制作完成 盛到盘中 当场做一家人就可以美美的享用了 炒好的三豆角用来就馒头,就米饭 都是特别的下饭 我先来替大家尝一下 哇,吃上一口嘎嘣脆 酸辣脆爽,非常的开胃 关键,腌制三豆角的过程简单又实用 喜欢的朋友,你也收藏起来做给家人尝尝吧 好了,今天为大家分享 腌制三豆角的方法就到这里 我每天为大家分享一道不一样的美食 喜欢我的视频,记得留言转发加关注 非常感谢家人的观看与支持 咱们下个视频再见 谢谢大家